好 其實看到這幾天出門 大家都是濕答答的 很想問說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乾爽出門迎來好天氣呢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週末 您透過畫面上 到處都是有點積淹水的狀況 各地都傳出了一些災情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子 不管是北台灣還是南台灣 都有降雨的趨勢 而且都是很驚人的呢 包含我們已經看到 昨天累積的話 像是在北投 平溪跟三地門 都已經破了400毫米 那您看到了高雄跟台南 也都是榜上有名 那其實南北都下雨 北台灣跟南台灣同時下雨 但是降雨的原因是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 專家來怎麼解析 這一波降雨明明就沒有颱風 下的卻是不輸颱風的雨勢 首先您來看一下的是 前氣象局長他就有說 所以這個天氣期待 有一些些美雨的味道 因為一直下 下不停 那再來看到是西鄉專家 吳勝宇他就點出 其實南邊的原因 是因為西南近風迎風面的影響 而北邊是因為南北風 對峙的一個滯留風面 帶來的旺盛發展 而且他特別點到 北區的這個雨區 是有共犯效應的味道 那我們來講一下 到底這一次 為什麼南北降雨的機率 降雨的原因是不同的呢 首先南邊是因為這個 所謂的南部低壓水氣帶上來 然後順著偏南到西南風上來 那部分專家認為是氣流的原因 那北部的這個降雨 是因為有熱帶性低氣壓 還有午後熱力作用 整個環境是不穩定的 水氣變多 種種因素加乘之下影響的 那也昨天呢 其實就也是有一道東北風下來 大概是在北海 北台灣的海面上跟澎湖這邊 是有一個劇烈降雨的狀況 比較強的一個對流 但是大家就想說 那到底什麼是共犯效應 其實共犯效應的認定 會稍微比較在嚴格一點 它其實是指說 東北季風帶了一個是冷空氣 再加上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帶來的暖濕空氣 會流符合之下 造成了一個降雨的趨勢 那這一次看起來 我們要來大家講一下 比較擔心的是說 大家的過往很多聽到 秋台就會很擔心 為什麼秋台會擔心 主要是因為怕的是秋台 加上東北季風的共犯影響 就會比較嚴重了 那相對影響的話 就會有可能的是 東北季風比較強 像是北部宜蘭 降雨就會很強烈 強降雨自在的狀況就有發生過 大家記得就是2000年的時候 這個象神颱風 它偵測到的時候 其實是中度颱風而已 但是卻造成了62人死亡 36億的濃水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和東北季風共犯的影響 所以大家這次也會擔心說 是不是共犯效應 有可能會讓整個降雨的趨勢 更加的嚴重 其實在明天之後 可能會稍微比較緩一點點 但是在接下來 未來還有所謂的東北風 就要增強 整體的環境也比較不穩定 所以大家還是出門要記得待雨據 以上是最新的推播提供給您 旁陀大雨下不停 全台濕搭搭 快搭煤 受熱帶性低氣壓和低壓帶 雙重影響 暴雨狂炸 全台都有感 其中南北還最慘 攀開累積雨量圖來看 9月21號到9月22號這兩天 南北就呈現紫暴色快 降雨熱區集中在南高坪 還有桃園以北和宜蘭 有豪雨跟大豪雨等級 前五名包括有台北 新北 屏東 高雄跟基隆 其中有四個地區 還累積下超過400毫米 今天其實整個地壓帶裡面的封面 還是在台灣北部的上空 所以說今天在下午之後 尤其在中部以北山區 桃園以北地區 宜蘭花林地區 都還是要留意會有幾部大雨或是豪雨 週一上班日南部地區降雨緩解 北部也有陽光露臉 但不能鬆懈 因為還受低壓帶影響 北台灣仍有機會出現較大雨勢 尤其在下午之後到晚上這段時間 下雨的量子來到最明顯的時候 也是大家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桃園以北東北部跟東部地區 跟中部山區 可能會有幾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雨勢上半天稍微緩解 但下半天同時也得留意午後雷震雨 而到了週二晚間又有封面來 水氣開始增多 週四後改吹東北風 陰封面的北部東北部 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週四到週日因為低壓帶比較接近台灣附近 所以東北風帶來一些影響 一樣是陰封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要注意可能會有一些下雨情況比較明顯的情形 中南部地區還是平向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近期連日降雨雲量又多民眾得適時留意溫度轉變 各地高溫約29到31度低溫有可能來到24到26度 天氣變化大狀況不穩定外出騎車開車得留意 中山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大雨大雨一舉下掩開這路口都要積水了 沒想到下一秒右邊正面牆哄的一聲瞬間倒塌 這時原先蓄積在裡頭的泥水跟著傾瀉而出 不用一分鐘馬路變黃河 但慘得在後頭原先停放在這 一輛又一輛的機車半個車身泡在水中 驗看雨不停水不退這要怎麼辦 游泳泳泳泳泳了啦 過了一夜水都排完了 但機車上全是枯枝落葉 甚至還出現一道又一道的刮痕 車主要多心痛 求償嗎 那得找正面牆的所有人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來負責 我覺得說這個牆好像說 本來就有電動 有收過這件事情 面對提問通通不回應 能閃則閃躲到最邊角 就是不想被媒體捕捉 畢竟當地人都說了 這牆原先就有問題 它建造超過50年 一直沒有維修繁星 因此和旁邊新造的結合處 逐漸出現縫隙開始位移 這也難怪積學量大 水壓太高瞬間就被重蹈 很恐怖 好可怕 這是好可怕 人人過去要倒下來就 就死 它現在左右都沒有支撐 它都已經裂了 那也有傾斜的狀況 那昨天其實有初步 達到一個公司說 應該還是要拆除 在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會馬達失效 失靈 其實願意還在待查 由於前登陸這地勢地蛙 本來就容易積水 裝設兩顆抽水馬達後 竟突然電線危損 水管爆裂 原因出在哪 落浪災 只是這回牆倒了 差一點就會砸傷人 趁下正面落牆再不拆 恐怕下一次大雨或地震 這驚悚意外會再重演 東森新聞 霧財前蘇玉環 新北市報導 台北因為昨天下起大雨 關閉部分水門 從昨晚10點鐘開始拖掉 而在現場有多達148的汽機車 沒有被及時移走遭到拖掉 更詳細的狀況我們連線給余山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北士林的三角度停車場 因為昨天台北下大雨的關係 所以導致說三角度這邊 有淹水的情形 我們隔天一大早回到現場 可以看到昨天因為淹水 所以有一些泥沙 它是也都也夾帶上來 因此在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這些居民他們是分工合作 拿著水管或者是掃把 以及刷子等等 要來把這些泥沙給清走 他們是一起持續的 在這邊分工合作 而除了淹水之外 所以昨天北市府也宣布 要關部分的水門 在晚上6點的時候開始宣布 並且如果你還沒有 把車移走的話 就會在晚上10點的時候 交給交通隊開始來移車 總共是有148輛的汽機車 還沒有移走 而交通隊從10點開始移車 到了凌晨12點的時候 已經移了106輛車 所以其他還沒有移走的車 可能就會被開罰 另外在凌晨12點 就會把水門給關閉 除了其他還沒有移走的車 這些被交通隊移走的車 也將會跟他們收取移置費 以及保管費 以上最新主播 火焰山山壁一整片土石崩落 掉落山腳下 畫面相當驚人 大片土石傾瀉而下 就連山壁間的樹枝也被沖斷 巨石快速沖下 威力相當驚人 協助火焰山地質測量的志工 看到這一幕 完全說不出話來 苗栗縣火焰山因為岩層鬆軟 碰到下大雨 就會發生大面積崩塌災害 前幾天甚至造成道路一度中斷 土石泥流更釀成18戶受災 火焰山火紅的山峰 有台版大峽谷的美稱 那是遊客拍照打卡必去的景點之一 每逢假日 鄧山客絡意不絕 不過最近意外頻傳 林邦署和志工團體就呼籲 山友暫時不要前往火焰山 避免發生危險 那現在苗栗報導 關田山區雨勢不斷 柏油路面斷裂 地基整個被偷空 超過50公尺長的路面 產生崩塌 遠景趕緊拉起封鎖線 管制現場交通 這畫面看起來是相當驚險 從另一個角度看 整條山路的兩側出現巨大裂痕 人日大雨不斷衝刷 當土牆位移 這才導致路基被掏空 而這條道路才剛修好不到兩個月 這次破損的狀況更加嚴重 我們在搶修不是一遍 搶修只要搶到一遍 我們這裡的城堂是 我們人不太多 不過這條道路是要從這裡出路 區長會同當地里長到現場會看 步行勉強能通過 不過人車完全無法通行 事發地點就在台南關田 設子裡六雙 往大旗裡 刺子補道路 這處山路在7月 凱米颱風來襲時 就曾發生道路攤方破損 搶修之後恢復通行 不過這一波大雨 關田區24小時 累積降雨達到了150毫米 22號中午又再度傳出災情 當地居民的連外道路受到衝擊 60多位住戶有的移居到身下 有的則是選擇繞遠路而行 這條是我們居民主要的道路就對了 很快的城市警匯的人來打這條 做好 不要做生 我們裡面三個部落 居民的不方便 要走替台道路處理 有一半的時間做生生活的不方便 同個地方兩度下陷攤方 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市府會看後 錯估整售經費約2000萬元 必須得向農業部申請通過之後 才能開始動工 東三線 黃蟲群在台南報導 這幾天各地都有局部大雨 但淑莉知道嗎 再大的雨勢都不如我與你 今天午後的下雨狀況會是如何呢 馬上把時間交給淑莉 好的 仲香 那我們趕快跟著觀眾朋友 我們一塊來看看咯 現在這個雷達回波圖 那麼您可以看到事實上 這是雷達回波圖結合了風場 整個台灣的天氣今天依舊不穩定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這種好大雨還要在一天的時間 不過儘管如此 南台灣的降雨其實會跟前兩天比較之下相較 今天會比較明顯趨於緩和 那麼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您可以看到事實上主要的水汽 都是在台灣海峽上面 那麼台灣這一邊 一來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二來南邊還是比較偏南風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目前有雨 而且雨比較明顯的 分別在一南跟一北 另外就是在海峽上面 金門這邊 那麼以石雨量最大的地方 屏東的加東 現在的石雨量有14毫米 貢寮這邊的話 也有15毫米這樣的石雨量 另外金門注意了 金門今天依舊還是有好大雨 目前像是金門的金沙這邊的話 石雨量也有10毫米 我們再從雷達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就要帶您一一塊來看看了 目前事實上全台各地雲都多 而且受到這低氣壓的影響 今天低氣壓還是持續的影響 在整個台灣的天氣 那麼由於呢 因為一個北風一個南風 對峙的情況之下 那麼您可以看到 在整個台灣北部海面 有一道封面 那麼這封面今天也會掠過台灣 所以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比較不穩定的 還是以北台灣為主 至於南部來看的話 其實前兩天除了受低壓帶影響之外 另外就是呢 西南風上來所帶來強勁的這些水氣 因此呢 讓這個南部地區啊 這兩天都是下了這種好雨的 等級的雨量 那麼今天來看 其實呢 太平洋高壓已經把這些呢 南邊的雲系 南邊的水氣呢 往大陸南海這邊推 那麼因此今天相較之下 南部的降雨 就會比前幾天來的趨緩 但是局部還是會有一些降雨的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呢 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呢 我們用的是三格的雨區預報 最主要就是要讓您很清楚的看到 什麼時間點 是呢 整個豪大雨 還有雨是最強的時間點 以今天上半天來說 雖然有雨 但是呢 北部跟東半部 甚至南部地區來講 都是呢 這種呢 短暫雨或是短暫震雨 真正的明顯 雨是猛烈 會落在中午左右 甚至中午之後 最主要就是因為又有熱力作用 那麼因此尤其在北部 宜蘭甚至花蓮 還有呢 北部山區的話 要特別注意 依舊呢 對流旺盛劇烈 會有強降雨 劇烈降雨的發生 那麼因此不管呢 是在山區 或者脆弱的路段 都要特別小心 防汛的工作 防災的工作 在今天 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的 相較之下 南部地區的降雨 就會明顯緩和 那麼到了這個 今天的下半夜 也就是深夜之後 因為整個低氣壓 就會被推到大陸 所以呢 整個降雨 整個雨勢 才會明顯的趨緩 從地面天氣圖當中啊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整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現在呢 蓄勢待發 那麼呢 明天啊 就會把整個低壓帶 往大陸這邊推移 那麼因此呢 明天整個低壓的水氣 就會在呢 南海跟華南一帶 台灣整個這種豪大雨的現象 在明天就會趨緩了 不過呢 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沿海 雖然氣象鼠 把這個路上強風特暴啊 給解除了 但是海邊依舊 還是會有八到十級的強震風 海面的風浪 依舊都還是有 三到四米左右的浪高 未來這一個禮拜 很多朋友都在問淑莉說 到底這樣的豪大雨 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明天跟後天 也就是禮拜二 禮拜三 當整個低壓帶遠離之後 台灣的降雨 就會趨於緩和 甚至明天不下雨的時候 就會出現太陽了 但是呢 禮拜四到禮拜天 也就是下半週的時候 因為東北風要增強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 降雨又會增加 那麼中南部 則是以呢 這種午後雷震雨的 天氣形態為主 不過呢 週末的天氣 跟這個現在啊 這種豪大雨 完全是不一樣的等級啊 因此呢 再次提醒 就今天豪大雨 要在一天的時間 尤其在北台灣 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喔 時間再交還給仲鄉 好的沒有錯呢 其實就在今天來說的話 這整個一個環境場的天氣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穩定 而且呢 其實在現在很多地方 開始整個對流 都逐漸的在發展起來 我們先從今天雨浪累積 帶大家來看 從今天白天開始 今天白天呢 其實雨下最多在哪裡 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在基隆 基隆的中山區呢 現在整個降雨情況 是來到了105毫米 另外一個就是在新北的貢寮 也有78毫米 而接著呢 在南部地區 南台灣這邊呢 累積最多的是在屏東的仿寮 大概是55毫米 所以呢 其實很多人就會講說 白天剛好會是一個空檔 沒有錯 其實白天的天氣呢 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看到陽光的 可是呢 要注意到 其實在今天下半天開始 尤其氣盛署 持續呢 有更新這個所謂的 雨區預報的地量降水 針對的包括在整個桃園 以北的地區 還有包括宜蘭 以及現在呢 其實開始已經有 對流發展起來的 就是在南投 以及在花東地區 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的下半天 也就是接近呢 從現在開始 整個對流 已經逐步的都在發展起來 要提醒大家都 還是有可能會有局部 甚至是豪大雨的情況 我們這一步呢 就從地面天氣圖 要帶所有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 從地面天氣大中 可以看到的 就是目前台灣的 整個環境場 主要就是受到了 這一個封面的影響 而且現在這個封面 目前氣象署看起來 預計這個封面 會在台灣持續的 有所的徘徊 所以在明天 在整個封面 還是一樣 比較接近台灣的情況之下 環境場的水氣比較多 也是要特別注意到 會有午後降雨的情形 我們緊接著 就從一週天氣 帶所有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 從一週天氣當中 明天白天開始 整個封面 會位於在台灣的北部海面 因此整個天氣狀況 跟今天很類似 會是時情時雨的 但是午後要留意 會有局部大雨的情況 到了明天的深夜 到晚上的時候 這一道封面 大概會通過到台灣 所以整個環境的水氣 會來得比較多 降雨情況 各地會出現有 震雨的情形 但是禮拜四到禮拜日 要留意了 因為又會有 東北風的增強 到時候環境的水氣 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對於午後的降雨 會持續的增加 以上是這節最新 來看到昨天全台大雨 其中新北汐止雨量 更是驚人 從白天下到了晚上 導致潔東路附近 嚴重積水更衝倒圍牆 不過當地離場透露 其實倒掉的這面牆 原先就已經很老舊了 還有裂痕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加速它倒塌呢 馬上請易歡當去了解 好 主播幾位觀眾 新北汐止止 旗幣東路120項這邊 昨天因為下大雨 張積水嚴重 導致說後頭呢 有一片尾牆 是整面的倒塌了 不過經過一個早上的搶修 其實目前地板上的這些磚頭 都已經清掉了 不過呢 目前這一條道路 還是暫時封閉的 就是因為說 後續要做安全性的評估 為什麼要做安全性的評估呢 可以大家來看到 稍早倒掉的這個尾牆 其實是這一面牆 跟它是連在一起的 那其實這個牆呢 它其實是相當老舊了 已經大概是有50多年的歷史 可以看到它旁邊 已經有明顯的裂縫 甚至呢 是跟這個前方 這個新的牆面 是已經不是貼合在一起了 因此說 它現在旁邊的這一面牆 倒了之後 現在這一面牆 等於是少了一個支撐 那這樣子又有 傾斜的風險性在 有沒有可能呢 下一次下雨太大的時候 又或者是有其他地震的時候 就會發生再次倒塌的風險 我們先來聽一段 稍早的訪問 狀況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馬上就說 他說那個牆 好像說本來就有裂縫啦 好 可以聽到 其實稍早標檢局的 相關單位的主管 以及公所的人 還有里長這邊 都已經到現場 來進行初步的會刊了 那他們也表示說呢 其實經過現場 大概查看之後 確認說今天 這一面老舊的圍牆 確實會來做拆除 那麼拆除了之後呢 可能才會開放這個 前東路120項這段來通行 一直停止住在附近的民眾 這幾天經過的話 要多留意多多小心 以上現場來自最新的情況 交還 孔雷主播 好 說到了基隆深夜 下起了劇烈降雨 在南榮路出現了嚴重的水災 有熱炒店地下室都淹了 損失慘重 連線給記者范宇翔 宇翔 好 主播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的地點 就在基隆南榮路上 這間熱炒店 您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現場店家在這個地下室內 是擺放這個電風扇 除濕機 甚至是把這個塑膠椅子疊起來 通通擺放在桌子上 為什麼 因為昨天其實這間店 就是基隆 連夜大雨之下的淹水重災區 他們擺放這個電風扇 甚至是這個除濕機 放在地上 趕快地來把這個地下室的水氣 趕快地 趕快把它吹乾 或者是吸乾 最主要之當中 您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昨天這個地下室就被淹成這個 滾滾的黃色泥沙流水 從那一樓就這樣淹到 整個地下室全部都是 不過當時因為淹水時間 就發生在半夜 那麼老闆娘他們接獲通告之後 就趕快來到店裡 當下也是嚇了一跳 連夜趕快來把這個淹水給處理掉 不過現在看起來水都退去了 但對店家也造成了不少的損失 來聽一下最新的訪問 淹水大概就淹到這裡 淹水因為淹很高 後來才從這個水溝排出去的 看要花了多久時間 昨天到達到4點 花了7、8個小時才沒打掃完 醫治啊什麼啦 那個水桶都倒下去了 我前前一次都撕掉了 你看 燒到現在才剛上來 燒到現在才剛曬 哇 好可怕 你看到了那個水 對啊 可怕第一次看到 怎麼這樣 真的 那一次是怎麼說 沒有 像我們 我們來了兩年多了 我沒有看過這種情形 第一次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餐廳員工表示說 昨天這個淹水的情況非常嚴重 包含你看到我旁邊的這個鍋爐 甚至是這個冰箱 其實當時都淹得非常嚴重 現在因為有這個漏電的情況 他們如果要開這個冰箱 碰到這個把手 都必須要戴這個塑膠套才敢開 就連餐廳裡面這個鍋碗瓢盆 其實昨天淹水的程度都非常的高 現在他們趕快來進行善後 預估處理時間要達到一週左右 因此整個損失營業額 可能就損失到20多萬元 現在店家趕快的 來著手進行災後處理 以上是現場最新 時間交換棚內